这次我们来学习圆的方程的基本形 日文读作 首先我们先来看圆的方程的基本形 是x-a的平方加y-b的平方等于r方 我们将这个式子记作1 求圆星坐标ab和半径r 如右图我们可以看到ab就是23 由圆周上的点73可以得r等于7-2等于5 接下来我们将abr的值分别带入一式 可以得到x-2的平方加y-3的平方等于5的平方 也就是x-2的平方加y-3的平方等于25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下练习 按下暂停键做好之后再继续开始 接下来我们来对一下答案 第一题 圆星为点12 半径为3的方程 我们将a等于1 b等于2 r等于3分别带入 圆的方程 x-a的平方加y-b的平方等于r方中 可以得到x-1的平方加y-2的平方等于9 第二题 圆星是圆点过1.64的圆为省 先求半径 r等于6-0等于6 与第一题相同 x-0的平方加y-0的平方等于6的平方 可以得x-2加y-3等于36 今天的学习就到此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